祈祿和希望的华语 明年上年期第21主日 读家13章22-30节 这里是否这年神不得讲道词 大家主日好 前几个主日 我们陪同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旅程 在途中我们见证几件事 我们记得法洛士问耶稣 他承受永生他应该做些什么 然后我们看到马尔大和马利亚 怎么接待了耶稣 我们听到他的比喻 他也教我们怎么祈祷 上个星期 他告诉我们知道他的信息 他从天上带来的火 将在地上制造的问题和分裂 诺家坚持向我们报告 当耶稣在途中发生的这些事和教导 他知道他要去哪里 他要去一个明确的目的地 耶路撒冷 他蒙照在那里交出他的爱的名证 诺家坚持因为 他想告诉我们知道 他在追溯那条 如果你们想做耶稣的门徒 必须走的路 我们早期在信仰里面的弟兄们 脑里面有这条路 他们知道自己在这个地上 是一个旅客和朝圣者 在白罗人书中说 我们不是在一个稳定的城市 我们是去天上的耶路撒冷的路上 白罗人写信给 小阿世亚受迫害的弟兄们说 我去勉你们 作旅客和朝圣者 朝圣者和流浪汉不同 两者都是走路 但朝圣者是一个有目的地 他知道要去哪里 然而流浪汉不问自己的目的地在哪里 不问他旅行的意义在哪里 享受在路上发现的东西 为他来说已经足够 其他东西他都不想 我们要小心 因为我们也都会看不到耶稣 为我们探索的目的地 也在我们有一份美好的理想 当他考试 开始一个家庭 找到一份工作 这都是美好的目标 但他们是当下的 这些本身将永远不会满足我们 因为当我们获得了以后 他们就不再能取缘我们了 我们将问自己 下一个是什么呢 在分道篇中 智者说 要小心 因为天主已经将 无限放入人的心里面 如果你们不答复 对无限的需求 你将永远不会满足 你会怪某个人说 如果我得到了我缺少的东西 我将满足 不要欺骗你自己 即使你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 如果你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知道他们将永远不能够平定你的不安 所以你问自己 有人能够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吗 有很多人或者很少人会应对无限的需求呢 这个就是今天福音中 一个人问耶稣的问题 这个也是我们感到兴趣的 让我们来听一听 耶稣向耶路撒冷走去 在经过的城镇和乡村教导人 有人问他 主啊 只有少数人得救吗 在耶稣的时代 在犹太人的世界里面 救护的问题引起极大的兴趣 引起很多人有关 意味着什么讨论 谁是被救赎呢 救赎和复活 复活被理解为回到此世的生命 自然不再有痛苦 不再有不幸和疾病 只有圆满的喜乐 那些上主认为 佩德这个复活的人 将会被救赎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在以色列开始讲什么复活呢 其实 开始得很慢的 以色列人不似得埃及人 总是相信来生 只有在第二世纪初 他们才开始讲论这个复活 就是当外邦的 色留古王 开始迫害那些 想要保持 对梅塞五书 和他传统 保持忠信的人 他杀害那些 不拥护他们新的宗教提议的人 然后 他们问自己 按照天主对先祖父 和先祖的许乐 天主何时 将在这个世界上 开始他的王国 一个和平 喜乐 和正义的王国 以人 尤其是殉道者 他们将不会得到这样的喜乐吗 他们答案是否定的 上主将使他们复活 这样他们就可以参与他的王国 他将使他们重获生命 在以色列历史的某个时刻 这个期待 这个默塞的希望 将于一种特别 鲜活的方式 感受到 在耶稣的时代 相信复活 是少数人的信仰 圣殿施制 杀到错人 他们不单止不相信复活 而且不取笑他们 我们记得 当他们去问耶稣 那里 一个妇人在世上有七个丈夫 然后他们都死了 当他复活后 越属于那个丈夫 他们说的时候 面带微笑 这个复活 回到此生命 是不可能的 而法利塞人相信复活 问题是 谁能复活 谁将这个救赎 只有一些人 所有阿巴隆的子孙 甚至外邦人中的某些义人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 问耶稣这个问题 法利塞人相信 所有遵守梅塞五书的人 将得到救赎 即他们将会被复活 我们还记得 当耶稣告诉马尔大知道 你的兄弟将要复活 是 马尔大就说 当然 我的兄弟是一个义人 他当然要复活 耶稣告诉他 这个不是我带给世界的复活 不是回到此生命 而显示 我以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永生 这个永生 已经赐给所有的天主子女 但他们认为这个救赎 将不会救赎 邪恶 和不谦逝的人 我们记得 七位年轻的 马家伯的母亲 一个一个这样去 鼓励他的儿子 不要恶服于 安提约古王的提议 最后 他转告统治者说 恶人 你将不会有份于 以人的复活 你将得不到救赎 麦士录认为 只有少数几个人 将得到永福 厄斯德拉第四部书 也许是 麦士录中最有名的 讲这个时代 即目前这个时代 是由至高者 为大众创造的 为未来的时代 只是为少数人所预留的 很多人被受造 然而 只有少数人得救 唯一得救的方式 所有人就此都赞成的 终于实践 梅塞五书的规定 所以 救恩靠的是 每个人的努力 这就是生命末刻 获得的奖赏 而且是 给那些 配得起的人 各位问耶稣问题的 无名事 不认为救恩 是一个奖赏 其实 他问得很清楚 他没有问到 是不是遵守梅塞五书 的少数表现得好的人 将得救 而是问 是否少数人要得救 他明白 救恩是次与的一个礼物 他的意思 只是 只有少数几个人 允许他们自己被救赏吗 他明白 救赏 不是在生命末刻的报酬 而是一个礼物 而而 他犯了一个错误 一个甚至 今天很多 基督徒犯的错误 认为救赏 在生命末刻 才来到的 是很危险 当那些人 好好表现 遵守戒命 没有犯大罪 或者犯大罪 他们去做修和盛事 最后 上主给他们一张 去乐园的票 他们就得救了 这个不是 耶稣所说的救赏 这个救恩的诠释 引起很多的争议 有讨论说 是不是所有人 都去乐园呢 或者一些人 要落地獄 很多人会落地獄 有人看到 他们落地獄 好像秋天的落叶一样 有人说 至少 犹大师会落地獄 我们不再谈论这个 因为耶稣说的 不是这个救赏 为耶稣而言 救赏不是在生命的末刻 天父确实欢迎他 所有子女 进入他的怀抱 然而 耶稣邀请我们 进入天国 不是在生命的末刻 而在今日 耶稣愿意我们 让自己被他的生命 提以所救赎 所以 我们必须让自己得救 即拥护他的增幅 我们记得上个星期 福音的结尾 耶稣感人的建议 当他在讲到 你的对手 把你带到法官那里之前 哪怕与他和好 你必须和你觉得 是你对头的福音和好 福音不让你 做你想做的事 福音的提议 对你要求非常严格 立刻拥护他们 让他现在救赎你 如果你等到最后就太迟了 所以 不要问耶稣 是不是有很多 或者很少人 找到他们被得救 答案就是在我们眼前 不幸的是 只有少数几个人 他们接受了福音的提议 少数人信赖他的增幅 或者忘记了他们 要成为弟兄姊妹的仆人 少数人接受 分享他们的财物 不团积将一切 用于穷人的需要的提议 如我们想想 几个星期前 听过福音 耶稣对小说羊群说 小说羊群 不要害怕 变卖你的所有 施舍给穷人 给你做一些 不会变旧的口袋 是小说羊群 耶稣知道 他说 现在就让你得救 把你的所有 施舍给穷人 我们支持耶稣的 增幅不容易 支持这个世界的增幅 为我们更容易 耶稣告诉我们 不要把你们的生命 倒在短暂的东西上 以事要靠 可以长存的爱 让你马上得救 让我们听听耶稣 怎样回答 那些问他的人的问题 他回答 你们已经揭力进窄门 我告诉你们 将来有很多人想进去 却不能 耶稣回答他们的问题 他热衷于 清楚 权明一个人 现在 如何 哪怕进入天国 一个人 怎样成为 他的门徒 并坚持下去 他用了三个图像 来表达 第一个 得救 你本应 翻译为 揭力不对 应该是你 必须拼搏 这个希腊动词 用于体育竞技 如果你想要得救 就要努力拼搏 这个圣保禄 在格林多前书第九章中 讲到的搏斗 他用赛跑的图像 和竞技场上的搏斗 他说 你们岂不知道 在运动场上 赛跑的 固然都跑 但只要一个奖赏吗 你们也应该这样跑 可能得到奖赏 凡比武竞赛的 在一切事上 都有节制 你们只是 为得到 可那华的花观 而我们却是为得到 不那华的花观 然后 他举了一个自己例子 所以 我总是这样跑 不是如同无定向的 我这样打拳 不是如同打空气的 我痛击我身 使他为奴 免得我给别人报志 自己反而落选 所以 是一种内在的搏斗 不是发生在外在的 这个是我们所有人 都经验到的冲突 是让我们缩回到 满足私欲 与吹逼我们的圣神之间的争斗 圣神的声音 吹逼我们去爱 为我们的弟兄考虑 这种艰难的冲突 如果我们没有经验到 这种内在的冲突 说明我们 还未明白福音 要求我们的是什么 当然 如果我们将 基督的拥护 减到某个热心敬礼 我们将不会经验到 任何内在的冲突 我们甚至会带一些 懒惰地去做 耶稣在马道福音 第十一章 告诉我们 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 以猛力夺取的人 就复取了他 你必须以猛力 对付你的自私 我一个人 是对付不到的 认为不需要 面对这种内在的挣扎 就可以进入天国的人 是被欺骗了的 甚至耶稣 也都经验到这种挣扎 让他一直坚持 忠于圣神的声音 是很难 第二个图像 如果一个人 想让自己得救 就必须要经过扎门 进入扎门 只有一条路 你必须让你自己变少 让我们倒回到 路加福音的前几页 现在我们在第十三章 如果我们回到第九章 我们就看到 门徒间比赤争论问题 耶稣 哪个是最大 他们之间彼此争论 是因为他们都想作路大 耶稣带来一个小孩子 并告诉他们 如果你们想成为最大的 就必须变得像小孩子一样 他叫小孩子站起 他自己身旁话 因为你们当中最小的 就是最大的 如果你们想富有 想团积财物 如果你想升迁 想受服事 你就太大 太肥胖了 你将永远进入不到天国的门 救赎之门 你将不再是基督的一个门徒 或者你只是徒有虚名而议 第三个图像 门前的大群人 在门前有大群 想进入去 但总是很大 总在门前 然而 有些人变少 就进入去得救 所以 区别在于 真门徒之间 他们跟随耶稣 接受了他的提议 这些人就是少数 很多人受到福音的吸引 而站在门前 他们欣赏耶稣 所做的 所教导的 但他们留在门那里 这就是我们今天里面 教会里面 看到的现实 人群仍然在那里 很多人都称 他们自己是基督徒 他们都确信他们 是并属于 被救赎的那群人 耶稣邀请他们反省 因为这个可能是错觉 现在耶稣 以一种威胁的语气 跟那些人讲话 是为救赎他们 让我们听听 一旦这间的主人起来 把门关上 你们却站在门外敲门说 主啊 给我们开门罢 我时 他回答你们说 我不知道你们是 哪里来的 你们就开始说 我们曾怨你一同吃喝 你还在我们的街上 教导我们呢 但他说 我不知道你们是 从哪里来的 所有作我的人 离开我去吧 某个时刻 主人起床关上门 耶稣引入这一幕 是为了让我们听 那些站在门外面 假装要进入的人原因 他们相信 他们有权力 参与言席 那些在外面的人 是谁 我们试着 识别他们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我们 首先 他们为何称呼主人呢 他们不称他 耶稣 经司和法利塞人 称他为耶稣 他们称他为主 这个是基督徒 对复活各位的称呼 经司 大师制 称他耶稣 那个 那个人 那个骗子 只有基督徒 称他为主 那些被遗留的人 是受过洗的 他们惊吓他们被遗留 他们认为 他们有合理的证件 其实 他们拿出两个凭证来证明 第一个 我们曾愿你一同吃喝 这个显然是指圣祭 我们是团体的成员 我们参与主日的礼仪 参与尼撒圣祭 我们听到主的话 祂在我们的街道上 教导我们 我们不是从远方而来 我们总是在祂的家里 祂为什么不承认我们 是祂团体的成员呢 原因在于知道福音 是提以中不够 以生命作见证是必须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见证 即使令圣体 也成为虚伪的举动 因此 即使是受过洗的 也都会被遗留在天国之外 难猜到的是什么 促使圣路家 给我们记述这一幕 并用严厉的言辞呢 因为他们的团体被厌倦 细族 以及跟天主关系不错的 设想所滲透 他们傲慢 确信好的意向就够了 救赎可以廉价获得 儒家意识到 很多基督徒 危险在于幻想属于天国 而现实的是 他们仍在在外面 他们是受过洗 他们不让自己被救赎 他们仍以 他们原来 作外邦人时的方式 管理世物 他们仍然继续 好像外邦人那样 对待他们的仆人 他们的奴隶 那个时候 有很多有钱的基督徒 有奴隶 他们本应将他们 当作兄弟姊妹 但他们继续将他们 当作奴隶 圣奴家说 这些人在天国之外 其实 用这群人来说话 当他们提出 自己理由的时候 他们只是说 他们履行了宗教礼仪 他们所说的是 宗教的礼仪 在他们话中 没有提到对弟兄的爱 生命的礼物 唯有需要的人提供财物 没有 他们只是说 我们参与了礼仪 我们听到了主的话 是的 但是 实践爱的生命在哪里呢 我要说 你们是无信的实践者 因为相信就是要 将自己的生命 投入福音的题以上 这个就是令人安心 就是宗教礼仪危险 他使人的良心麻痹 让人觉得 跟天主的关系不错 但只是错觉 主人说 所有作我的人 离开我去吧 这个就是引用了 圣明第六章 你们虚荣的人啊 离开我去吧 这个是翻译 他们做的是 天主不敢兴趣的 没用的事 离开不是拒绝 我把你送到地狱 不是的 意思是 小心 你没有什么东西 和我分享 耶稣不在这里谈地狱 他只是说那些 没有以生命 去实践他的提议的人 与他无份 也都与天国无缘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 最后的一幕 人可能会有危险 你排除在 现值之外的一幕 让我们听听 当你们看见 亚巴郎 伊萨格 雅各伯 和众先知在 天主的国内 自己却被 遗弃在外 在那里有 哀号切齿 还有人 从东方和西方 南方和北方来到 参加天主国的 现值 从此重复了六次 在圣奴家福音中 正外邦人的生活 如果他们不立刻意识到这一点 路加华 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失败的时候 他们将会 屋一 他们将认为 他们的基督徒 他们得救了 但实际上 他们回到了 外邦人的生活 在那里 还要有哀号切齿 这个拉比图像是什么呢 这就是那些太词意识到 他们做错了的人 愤怒的记号 这些骗自己有权属于天国 他留在外面的人讲 在一种威胁的话之后 他的祖先作为第二祖的人 入场了 当你们看见 亚巴郎 伊萨格 雅各伯和众先知 然后还有从世界各地来的一大群人 这些人是谁呢 在他们中间 确实主要是 受过洗的 那些认真对待福音的人 他们以生命为福音作证 在这一大群人当中 有很多没有听过福音的 但如果他们已经参加了天国宴席 说明了 他们经过了扎门 即是他们作了弟兄的伯仁 他们变少 才进去 他们聆听了圣神的声音 这个声音 带领他们去服务 去爱他的弟兄 我们要记住 有望一书第四章 美丽的段话 可爱的诸位 我们应该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出于天主 凡有爱的 无论是否是受过洗 或没受过洗 都是生于天主 都是天主的义子 因为天主是爱 因此 密关这群有爱的人好美 尽管没有听过福音 他们却受圣神推动 结论 看 后来的将要领先 领先的将要落后 耶稣在此提醒我们 要当心 因为你们 多幸运地 找到福音的宝藏 如果你不全力 去遵循 并去负责 你会惊讶这个发言 有些人 没有受过洗的人 都能够作出 英勇的爱的举动 祝大家主日好 变成一个很开心的星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